第2121章 仲见红颜 只要消息可靠 价格就算贵上一些 也不算什么 这份情报 我要了 韩丽也没想到 此事如此轻易地解决了 当即一喜地说道 好 简中就有部分资料 里面还附上了价格 倒有先看上一看 若是真觉得没有问题的话 我自拿出剩余部分情报 当场完成此交易 蚂蚁少女将一块黑乎乎 石片状器物一抛过来后 说道 此女做事果然滴水不漏 好 韩某就先检查一二 韩丽抬手 将石片一把抓住了 淡淡说道 接着她将石片往额头上一放 神念往里面一扫而去 而蚂蚁少女则端坐对面 微笑地静等韩丽的回话 一盏茶功夫后 韩丽面上闪过一丝恍然 将东西从额上一拿而开 并缓缓地说道 想不到成竹府有人暗中 卖出大量的血压米 从情报上来看 这人或者说这股势力 还在成竹府占据了不低的地位 看样子应该不像是有假 要买了 价格我也接受 蓝仙子将联系的方法 相告吧 既然道友说没有问题 那交易就算真的成立了 蚂蚁少女点下头 袖子冲韩丽一卷后 又一块石片一飞而出 这一次 韩丽将石片一把抓住 神念只是一扫后 就将联络方法看了明明白白 她不动声色地两手一搓 扑的一声 石片化为了白粉 然后一只手掌一翻转 献出了一只巴掌大的白色玉盒 这里面装的东西 应该抵挡情报 绰绰有余了 蓝道友看看是否满意 没有问题的话 我还是想向仙子打听一二的 韩丽将玉盒一抛而出 并淡淡说道 哦 韩道友还有事情 还有何小妹能帮忙的 尽管问就是了 蚂蚁少女先手一抬 将玉盒吸到了手中 打开盒盖地 往里面扫了一眼 露出满意的笑容 此物 蓝仙子可知道其来历 韩丽深吸一口气 一根手指一弹之下 一根绿丝积涉而出 围着那辆纺车一绕之后 又一闪即逝地一卷而回 并最终凝聚成 一小团斗粒大小的绿色气团 滴溜溜地 在指尖前飞快地转动不停 而下一刻 那辆纺车忽然一声闷响 直接化为 一堆飞灰的烟消云散了 原本神色从容的蚂蚁少女 目光骤然一缩 一旁的魔族妇人 目睹此景 也脸色一变 这纺车看似普通之极 其实却是一件 等阶不低的辅助魔器 具有一些不可言喻玄妙作用 否则蚂蚁少女 也不会整日 用此物仿制一些烦物 而没有丝毫不耐之色 让蚂蚁少女色变原因 倒不是心疼这件魔器被毁 而是这件魔器所用材料 是魔界一种珍稀的焦膜木 经过特殊手段 被炼器宗师处理过后 兼韧成度乎达到一种 无法被摧毁的地步 但刚才纺车 却被不起眼的绿器一击 就化为了灰尘 岂可怕可想而知了 蚂蚁少女双眸微眯起来 并用一种奇怪目光 盯着韩丽指尖前的绿器 面现沉阴之色 韩丽能清楚感应到 少女的一缕神念 瞬间将小团绿器包裹起来 在小心翼翼探查的样子 她不动声色 任凭蚂蚁少女作为 那魔族妇人神念 也同样往绿器中探去 但片刻功夫后 蚂蚁少女神色变了几遍 微微有些怪异起来 而魔族妇人 仍然一脸的疑惑之色 就在这时 韩丽手指微微一颤 绿色气团嗖的一声 静一下没入指尖中 不见了踪蜜 实在抱歉 这东西在下也无法控制的 只能将她逼出体外 如此长时间了 但我想 如此长时间 也足够仙子彻底检查过一遍了 不知仙子是否已经辨认出其来历了 韩丽口中怯然说着 人却目光炯炯地盯着蚂蚁少女 神色颇为凝重 这氯气正是她当日 吸收一魔晶 所藏金珠中神秘能量后 所残余下的东西 金珠中能量 固然可以让其修为突飞猛进 轻易转化成精纯之极的法力 但是所留下氯气 也如同复古之躯般地 让其大感头痛的 当初只能暂时封印在第二魔鹰身体中 留待以后再想办法的 现在既然来到这号称 能知晓万事的广元斋 蚂蚁少女也看起来 大有来历颇为神秘 她自然心存一事地顺便一问了 若是真能解决 自然是最好不过了 就算不行 她顶多回到人界 再想办法也不迟的 光凭刚才检查 小妹还不能说出具体的结果 但是在我记忆中 的确有几种东西 比较吻合的 但要再深入地做出判断 必须要另外询问一些问题 寒凶可愿再回答几个问题 蚂蚁少女戴眉微皱地 想了一会儿后 才正色地问道 当然可以 蓝仙子有何疑问 尽管提就是了 韩丽听了此话 精神症毫不犹豫地回答 那小妹就不客气了 此物如此诡异 道友当初是如何得到的 除了刚才展示的惊人威力外 可还有其他奇特之处 此东西在道友身体中 已经存在多长时间了 蚂蚁少女一口气 问出了好几个问题 如何得到的 这个涉及韩某一些隐秘 就先不说了 不过 我倒可以先讲一下 这东西的几点特性 至于在在下体内存在时间 不是太长 上不到百年而已 韩丽略一沉吟后 才谨慎地回答 行 韩道友先说下 此物的特殊之处吧 小妹看看 能否单凭这些 就能做出最后判断 蚂蚁少女不知可否的样子 韩丽略畏一笑 正想继续说些什么时 忽然神色一动 竟马上闭口不言了 蚂蚁少女见此有些奇怪 但还未等其谋光一转 要开口询问时 一旁的妇人 忽然一个大步上前 同时一只手掌一抓之下 竟从虚空中 默然抓出了一道 白萌萌的俘虏来 妇人只是神念略微 往俘虏上一走 就神色一动 并马上转身地冲少女说道 小姐 是子小姐前来拜访的 并且已经到了楼下 是子姐啊 她怎会过来的 难道我上次不算 结果出错了不成 蚂蚁少女 先是露出一丝喜色来 但马上又想起了什么 一下变得愁眉苦脸起来 因为小姐事先吩咐过 子小姐到来的话 不用阻挡 所以 她一直到了楼下 才传来的消息 马上就要到这一层了 一边说着 一边用异样的目光 打亮了韩丽两眼 既然蓝仙子另有客人 那韩某就先退让一下吧 韩丽站起身来 非常识趣地说了一句 这倒不用的 来的是我一位好友 应该只是来询问一件事情的 一句话的事情 也没什么机会的 韩道友只要在旁边 稍等一下就渴了 蚂蚁少女略意成因后 就不加思索地言道 若是这样的话 在下就先等蓝仙子见过客 再说吧 韩丽点点头 也不勉强地说道 蚂蚁少女点下头 就不再借口什么了 片刻功夫后 楼梯口处传来轻盈的脚步声 人还未出现 一个仿佛天籁之音的悦耳声音 就先传了上来 野儿 你这个丫头 这次一定要给我一个交代了 我花了这般大代价 为何上次不算一点都没应验 今天就应该是你说的最后一日了 可是我想见的人 连个影子都未曾见 你不会是故意在糊弄姐姐吧 要是这样的话 你可是砸了招牌 我给的那几种灵药 可是要加倍赔偿的 话音刚落 一到人影一个闪动后 一下出现在了四层楼梯口处 赫然是一名身材修长 浑身被一层黑纱雾气笼罩的年轻女子 透过黑色雾气 隐约可见女子一身紫色长裙 一对美眸星辰般的明亮 让人一接触下 有一种心神俱罪的沉迷感觉 此女正发出咯咯的轻笑声 刚才的话语明显有几分玩笑之意 站在一旁的韩丽 一见着黑纱女子身影 身躯静一下触电般的瞬间僵直住了 她双目充满了激动之色 但下一刻 面上却又一下 换成了迟疑的神色 子群女子一进入此层 目光四下一扫后 自然也一眼看到了韩丽 美目微微一呆后 竟也闪过一丝惊疑的眼神 蓝妹妹 这位是 子依女子有些不太肯定地问了一句 子姐姐 这位是本斋贵客韩道友 神通修为 甚至不在诸仪之下的 姐姐 难道以前见过 蚂蚁少女见韩丽和少女这般一样表情 忽然想起了什么 脸庞上竟忽然闪过一丝难以置信之色 什么 她姓韩 子依女子娇躯一颤 美目一下再无任何顾忌地 死死盯着韩丽面容不动一下了 见到子依女子这般神色 韩丽心中原本的那一丝疑惑 也一下荡然无存了 心念飞快地转动几遍后 就默然深吸一口气 袖子一抖 一片青光往身上一卷而过 题内一阵嘎嘣爆响 她身躯矮小了一些 同时面上一阵模糊后 也一下恢复了原先庐山真面目 重新化身为了一名 二十多岁的青年男子模样 子灵 好久不见了 你这些年 还好吗 韩丽盯着子依女子 声音出其平静地缓缓问道 第2122章 六级门下 子依女子一见韩丽显露出的真容 美目只是呆呆地望着韩丽 仿佛整个人都痴线进去了一般 同一时间 此女身躯笼罩的那层黑色薄物 渐渐散去 露出了一张美若天仙的面容 玉容微微有些苍白 但那艳丽无双的容貌 赫然正是韩丽在人界时的红颜紫灵 只是她身上气息截然大变 竟已经转修了精纯魔宫 并还有炼虚后期的惊人修为 韩丽刚到蓝铺城 看到的那一道熟悉的背影 正是紫灵无遗 只是因为她气息大变的原因 让韩丽反应时间错了过去 虽然此女当年和韩丽春风一度后 就立刻远走他地的 再也没有丝毫音讯了 甚至在韩丽偷渡灵界 进入空间节点之时 都未曾再现身过 但毫无疑问 在韩丽认识的诸多女修中 除了南宫晚之外 最牵挂的就是此女了 现在竟在魔界意外见到此女 这自然让韩丽惊喜之余 感慨万分了 我也没想到 来到圣界后 今生今世 还真有再见到韩兄的一日 我都要怀疑自己 是不是因为心中太过思念 如今又在白日做梦了 子灵终于开口了 但轻柔话语所说话语 让韩丽心微微一缩 竟隐隐一痛 自从飞升之后 我也特意留心你的消息 但一直都没有丝毫消息 万万没有想到 你竟然会到了魔界 这就难怪了 韩丽终于从出见 子灵的情不自禁中 清醒了过来 脸上恢复了长色 并苦笑一声地说道 不过她说这话的时候 目光却扫了一旁的 蚂蚁少女和珠蚁一眼 目中身处一丝冷意闪过 魔族妇人脸色一沉 一步向前下 一下将蓝蚁挡在了身后 那蚂蚁少女是何等聪慧之人 一见韩丽这般神色 自然一下心中 就明白为何了 当即冲妇人白白守候 轻笑地说道 韩道友 原来你就是子姐姐口中 念念不忘的那位复兴人 这才是你的庐山真面目 不过我没看出 有多英俊潇洒 竟会让子姐姐这般 一直牵肠挂毒 不过 要不是我前些天 补算了一挂 子姐姐也不会 今日登门造访的 你二人更不会有 重建的机会 怎么现在刚一团聚 还未来及亲亲我我 就先打算对小妹 这位功臣灭口不成 你这丫头 胡说什么 什么亲亲我我 你上次的补挂 根本是瞎猫碰了死老鼠 根本算不得数的 韩兄 你不用担心人界修饰之事 尹儿是我的至交好友 绝不会外泄此事的 而且 他们广元斋 也并非魔界本地势力 而是一个横跨数界的 巨大势力分支 像他这样的代理斋主 在各界组有十几个之多的 甚至在人界 也有他们势力 否则 广元斋又凭什么 在魔族诸多圣族眼皮底下 一直屹立多年而不到的 子灵先冲蚂蚁少女 清脆一口 又一转禽手 向韩丽解释了几句 横跨数界的势力 但我怎未在人界 听说过广元斋名头 韩丽提一听这话 纵然见多识广 也倒吸了一口凉气 但有些难以置信的样子 韩兄倒是警惕得很 竟然对子灵姐姐的话 也不肯信 本斋虽然在此界叫广元斋 但是在其他界面 自然会换了一个名头了 否则 万一有能横渡 数个界面的大能者 岂不是很容易 就发现其中的蹊跷 蚂蚁少女瞥了韩丽一眼 似笑非笑地回道 原来如此 倒是韩某冒昧了 韩丽虽然还不是全信 但怀疑却去了不少 冲少女一抱拳 有些欠然地说道 蚂蚁少女眸光闪动几下 还想再说些什么时 子灵却在一旁 秋波流转地先说道 以而 别怪韩兄多心了 她毕竟事先不知道 你我奸情同姐妹关系 谨慎一些 也是正常之事的 以前我可从未想过 子姐姐也会有 重色亲友的一天 刚和以前的老情人见面 现在就开始帮着别人说话 蚂蚁少女眨了眨眼睛 闪过一丝脚侠后 默然摇头晃脑地说道 她神态举动 和原先韩丽初见时的 风轻云淡相比 一下判若两人一般 又乱嚼啥舌头 谁重色亲友了 子凌听了这话 脸庞一阵飞红 狠狠瞪了蚂蚁少女一眼 但这一次 蓝颖却只是笑了一笑 没有再接口此话题 反而神色一正地说道 你们多年没见 肯定有许多话要说的 我和注意就不在这里碍眼了 我等先到五层歇息一下 等你们聊完了 再下来也不迟的 对了 这广源摘静脂 子凌姐姐也非常清楚的 可先将静脂打开 再细聊也不迟的 这就是此层的静脂令牌 蚂蚁少女说完 就站起身来 袖子一抖 一团白光积涉而出 却是一面令牌状的魔气 隐儿 那姐姐要多谢了 子凌自然心中一喜 并抬手将令牌 射入了手心中 那二位就慢慢谈吧 小妹先告退了 蚂蚁少女微微一礼后 就带着妇人 向楼上的楼梯口走去了 不久后 二者就来到另一间 布置古朴的屋子中 少女在中间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并一脸沉硬地思量起来 而妇人脚步一动后 仍站在了一旁 主爷 你觉得这位韩道友怎么样 蚂蚁少女忽然间说了一句 怎么样 小姐指的是哪一方面 妇人有些摸不着头脑 不禁问道 光说她的修为实力吧 你说 她也是一名合体修士 那她多半就是 最近在魔剑道的天翻地覆 得到伪仙磊的那名人族修士了 少女不假思索地说道 嗯 既然姓韩 又是人族修士 十有八九 就是此人不假了 至于修为实力嘛 虽然没有和她动手 但气息十分复杂 绝不是普通的合体修士 而且十分的危险 死在她手中的存在 绝对不少的 妇人做出了这么一番判断来 这么说 即使不算那句伪仙磊 此人也是值得大力拉拢的 蚂蚁少女眸光一闪 缓缓地说道 有可能的话 这样做的确是上策 不过她本来就是 子小姐的好友 小姐想要解好的话 也应该不是太难的事情 妇人一笑地说道 你若是这样想 可就错了 蚂蚁少女闻言 却连连摇头不已 这是为何 妇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我和子姐解释 情如姐妹不假 但可不代表 此人这般容易 把我们也当好友的 我虽然和她交谈不多 但还能看得出来 此人心智之强 绝不会轻易受情胆 等外力所拘束的 要想真教好她 恐怕还要用一定利益才行 蚂蚁少女 头脑异常清醒地分析道 以前老主人在的时候 就称赞小姐 才智无双 既然如此说 想来肯定是不错的 但是现如今 我们广元斋 正处在虚弱的时期 可拿不出太多的好东西来 而这人也是一名 合体后期修士 普通东西 恐怕也根本看不上眼的 妇人想了一想 先是赞同 但马上又有些为难地说道 朱姨这话可错了 我们广元斋 是做什么生意的 别的不用说 刚才不就正好有个 大人情可以送吗 蚂蚁少女却笑了起来 小姐指的是 妇人也一下 有些恍然了 同一时间 下面的子灵正口中念念有词 将手中令牌连连晃动起来 片刻 附近虚空波动一起 整个阁楼四层 都被一层层五颜六色光幕笼罩住了 光幕中心处 仅剩下了韩丽 子灵而已 当子灵将令牌 往秀中一送收好后 韩丽忍不住地先问起来 子灵 你在人界主秀的功法 不是魔功 怎会飞升到魔界来 而且如此短时间 还将魔功修炼到了如此地步 他一边说着 一边用神念在感应 子灵散发的精纯魔气 眉头微微皱起 此事说来话长了 不过我更想知道 最近把圣界缴得天翻地覆的 那名人族修士 可是韩兄 子灵嫣然一笑地也问道 若是没有第二名人族修士 潜入魔界 也大闹这么一番的话 那应该是我不假了 韩丽苦笑一声地回道 果然是你 听那传言 你不但有合体后期大成的修为 一身神通 更是厉害无比 更有一句实力堪比 圣祖存在的巨蟹傀儡 这些也是真的 子灵面带一丝惊喜地问道 传言有些夸大 但大半还是却有歧视的 那巨蟹傀儡 虽然现在跟在我身边 我却不是其主人 无法直接对他操控的 韩丽笑了一下地回道 虽然我没有目睹你 飞升灵界后的修炼过程 但如此短时间 就进阶如此境界 甚至距离大成七 也不过只差最后一步了 可见这些年 你在大道之路上 并未松懈过半分 也不知吃过多少苦头 冒过多少奇险了吧 子灵悠悠地说道 飞升之后是有些波折 但总算都走了过来 而且能修炼到现在这种地步 也算没有白吃这些苦头了 不过 我看你身上摩七异常精纯 距离冲击合体境界 恐怕也不用太久吧 韩丽先轻描淡写地说了两句 又有些关心地问道 恐怕快则十几年 长则百年 我也就要冲击合体境界了 不过和你不一样 我自从来到魔界之后 在修炼上 一直都有人不计任何资源的 给以扶持 甚至连冲击合体境界的各种丹药 也都早早准备齐了的 不是如此 以我资质 又怎可能如此短时间 就修炼到眼下层次的 子灵不知想到了什么 神色有些异样起来 有人扶持 谁会平白做此种事情的 有什么目的吧 韩丽一呆 马上反应过来的追问道 以你现在的身份和修为 六级圣祖该知道吧 子灵叹息了一声 说了一句 六级圣祖 我自然知道 魔界才尚未没多久的 三大始祖之一 但他本人 我却从未见过 怎么 是他在扶持你修炼 韩丽双目一眯 略有所思地说道 不错 正是这位六级圣祖 我现在是他门下 七大弟子之一 也是排名最小的一名弟子 不过说是弟子 其实应该是 其备用的化身而已 子灵脸色变化几次后 才缓缓说出 让韩丽神色一遍的话来 备用化身 你被他吓了尽致 韩丽是何等经验丰富之人 瞬间惊怒地问道 第2123章 子灵之节 说是禁止 但也不能算是禁止 只不过我所修魔宫 正是他独门所创大法 自然会留下克制后手 除非我修为 比这位始祖还要高深 否则 只要他一个念头 一身法力 就要禁术 被其所控制 根本无法反抗的 而且 有关备用化身之事 六级事先给明言过的 也是我 自己选择的 还真无法过多怨恨什么 并且此前 他就对我就有大恩 当初要不是他出手相助 我怎可有飞升机会 早因为滞留人界 而化为九泉下的一杯黄土了 子灵叹息一声 却这般说道 你当年在人界 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 这位六级圣祖 怎可能助你飞升的 韩丽心念飞快转动 口中凝重问道 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 我当年陷于资质 虽然凝结成了原因 但始终无法踏出化身的一步 如此修为 就算冒险进入空间节点 也基本上没有生还可能 没有办法 我只好从外物上着想 当年开始走遍整个人间密地 想寻找一些有用的灵药炼丹 好辅助自己突破瓶颈 按照我所想 哪怕再不记得 能寻到一些护身强大宝物 我也敢在寿元号境前 冒险闯一次空间节点的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我花费了数百年时间动 没有寻到合适的灵药和宝物 却找到了一处 当年古魔遗留下的祭坛 并无意中触动了 子灵说到这里 无奈一笑地停顿了一下 难道借助那祭坛 你联系到了六级圣祖 韩丽有些恍然了 虽然过程有些复杂 不是这般轻易的 但最终结果 还是差不多了 六级圣祖的一缕神念 的确利用祭坛 隔空降临了下来 后面的 就不用再细说了 我在六级 这缕神念劝说下 最终被其借助 那密地中残留的一些真魔器 进行了魔器灌体 从而改修了魔道功法 还一日千里的境界 到了化神境界 修炼速度之快和轻易 连我都万万没有想到的 按照六级说法 我拥有罕见的刹女素阴体 修炼魔功是事半功倍的 天生就应该走上魔修之路的 这也是他主动相助我 飞升魔界的原因 若是换了一个普通人界修士 纵然能联系到他 但他又怎会多管此种事情的 而等我飞升到魔界 见到六级本人后 才真正知道他帮助我 只是想为自己 多准备一具后选的化身肢体而已 子灵徐徐地说道 既然知道他的目的了 就没有必要答应做他徒弟 至于祝你飞升之恩 你日后再想办法 另行还上也就是了 韩丽脸色一下阴沉的问道 事情哪是这般简单的 当初六级的确给了我选择 要么他立刻收回 当初赐给我的真魔器 并废除他船下的独门魔功 让我重新跌落到低阶修士境界 要么 就做他的第七弟子 充当其化身的备用肢体 他说得很明白 因为功法限制缘故 包括本体在内也只能拥有六大化身而已 若是现有化身一直无视 自然也无需动用我们这些弟子补充进去 而以六级的始祖地位 即使是化身 也不是这容易遇险出世 故而也很可能 我们这些人 可一直当其弟子下去 他门下的大弟子 早就已经进阶合体后期大成境界 甚至逍遥活了数万年之久 还一直无视的 而且六级承诺 若他真有杜劫非生的那一天 也无需什么化身了 我们也可真正获得自由 而且在此之前 我们这些弟子修炼的所有资源 都可无限制地充沛供应 而不用向其他魔族里 尽谦心地四下搜寻的 而据我所知 魔界危险程度 根本不是人界 甚至你们灵界可比的 每年都有不计其数的高阶魔族 陨落在各种险地和争夺中的 此种情形下 换作是寒凶 又会做何种选择的 子灵一口气说出了如此多话语 并最后神色一样地反问一句 我吗 寒历听了 神色微微一动 仰手望天地喃喃了一句 寒凶毅力之间 子灵一向都是佩服之极 也许换作寒凶的话 做出的选择真是不同的 但是对我来说 一边是修为大爹 并且从此要冒巨大风险 在这魔界中苦苦挣扎活着 不知自己何时就轻易云落掉 一边是大有可能安然无恙地 活个数万年 甚至更长时间 还不用任何修炼资源事情发愁 其中的诱惑 根本不是我这个 刚刚飞升魔界的小女子 可以抗拒的 所以 我也就顺理成章地 成了六级门下的第七弟子 如今甚至在魔界中 也略有些名气了 还有了一批手下 子灵又悠然地叹息道 难怪你会做此选择了 换了我在当时情形下 也不得不低头的 不过 此种受制于人的事情 可不是长久之计 难道没有想过摆脱办法吗 韩力深吸一口气地问道 完全能想象出 子灵当初的无奈答应下的情形 若有办法摆脱六级控制 在我上面的其他六名弟子 都是进阶合体进阶的高阶魔族 怎会还一直服服帖帖地 在六级门下带如此长时间的 六级本身就是魔族十足 外加还有诸多化身 和无数属下攻其驱使 我就算真一时能够脱离其掌控 又真能够躲藏多久的 除非是藏身到其他界面去 但离开了魔界这等魔气充沛的地方 我一身魔宫就算废掉了 倒是不但没有再进阶的可能 反而可能修为大减的 子灵一脸的苦涩 显然对此问题 早就不知考虑了多少遍 如此的话 的确大为棘手 但若是冒些风险的话 也不是真没有办法解决的 韩丽听完后 脸色微微一变 目光闪动地开始思量起来 怎么 韩兄有办法 算了 你纵然现在也神通不朽 但是面对六级那等存在 还是力所不及的 我这是风险太大 还是别将你也牵扯进来得好 子灵先是一惊 但马上想起了什么 又担心得连连摇头 以我现在实力对抗六级这等十足 的确是不太可能 但是我修为又不是原地不动 只要再给一些时间 我也有几分把握 进阶大乘七进阶的 到了那时我自问 纵然不敌六级 但也不会相差太远了 到时到也有和此魔 讨价还价的资格了 韩丽目光一闪 却冷笑一声地言道 你有进阶大乘的把握 子灵纵然已经将韩丽 实力高看了许多 但一听她如此言语 也不禁一下失声起来 甚至声音都微微地发颤 你放心吧 我敢如此说 自然是真有几分把握的 韩丽微微一笑 胸有成竹的模样 子灵呆呆地 看着韩丽自信的面容 心中不禁一丝异样闪过 半晌之后 才轻柔地回道 你如此说了 我自然是相信的 这样吧 此事还是等到你 进阶大乘后 再来商讨吧 等你真有了 大乘七的神通后 想来撕裂空间 再来魔剑 应该是一件不难的事情了 也好 你现在修为 还不算太高 即使六级真有化身陨落了 一时还找不到你头上来 你姑且再忍耐一段时间吧 韩丽沉吟了一下后 知道此事 的确不是一时冲动 可以解决的 也就强行压下心中的担心 缓缓地点下头 好了 刚才韩兄一直在谈我的事情 为何不说说自己的经历 你能如此短时间 就进阶到合体后期 想来再灵界经历 比我要精彩得多了 仿佛是为了打消韩丽 多想自己的事情 子灵谋光丘波流转下 忽然话题一换地问道 嗯 我非生得较早一些 在灵界的确经历了许多事情 给你说一下也无妨的 韩丽先是一正 但马上含笑地回到 接下来的时间 韩丽就徐续讲述 自己当初从灵界通过空间节点 来到灵界之后的一些经历 当然 其中一些十分隐秘的事情 韩丽自然没去多提什么 她在灵界经历 自然是精彩万分 听得子灵神色连连变化 甚至不由自主地眉飞色舞起来 那种不识单手言嘴惊呼的娇艳模样 实在诱人至极 等韩丽讲完之后 子灵自然也讲述了几件 自己在魔界遭遇的事情 并顺便讲了一下自己 和蓝颖结识的过程 这时韩丽才知道 子灵既然曾经机缘巧合下 无意中救过此女一命 这才让这么一位身份 非比寻常的少女 从此和子灵姐妹相衬的 说到这里 韩丽忽然想起了什么 不禁问其 子灵当初请蚂蚁少女 到底占卜的什么 竟在今日主动找上门来 一听韩丽如此疑问 子灵脸上却一阵飞红赏过 说什么 也不肯告诉韩丽占卜的详情 韩丽看着眼前家人 这般娇羞神情 心中隐隐到了个七八分 当即倾笑一声后 倒也没有再追问下去 反而又问了一句 蓝颖是否有办法 化解她被当作六级化身的难题 子灵闻言 连连摇头 说此事涉及魔界始祖 即使广元斋也算神通广大 但在这上面也束手无策的 甚至连补算之术 都不会有多大效用的 广元斋的上任斋主正好是蓝颖的祖母 因为在一场意外中陨落后 蚂蚁少女才能接任斋主之位的 但因为随蚂蚁少女祖母一同陨落的 还有许多远广元斋高阶护法 所以纵然蓝颖接任了斋主之位 但现在的广元斋也是外强中干 实际上虚弱无比的 全靠广元斋昔日的名头 和朱怡和另外一名残留的高阶护法 才能勉强撑住门面的 否则以广元斋昔日的强大实力 六级也会忌惮一二的 以前真开口求情的话 说不定还有机会帮紫玲脱身的 但眼下却真是有心无力了 韩丽听完了这番解释后 心中暗自点下头 倒是接受了这一番解释 就这般 韩丽和紫玲一谈 就是小半日之久 二人之间甚至谈及一些 修炼生活上的小事 并且均都津津有味 丝毫没有感觉到时间的流逝 不知过了多久后 原本笼罩整间屋子的五色光幕 忽然间一阵晃动 就在韩丽神色一动的时候 一个充满雌性的女子声音 一下透过光幕地传了进来 二位可是已经谈得差不多了 现在已经到了晚上 继续聊下去的话 本斋可是要关门谢客了 韩兄不是 还有一件事情 需要小妹帮你解惑吗 不知现在是否还需要 这话语声 自然是那蚂蚁少女的声音 第2124章 阴阳大五行真光 看来我们聊的时间太长了一点 蓝颖妹妹有些等得不耐烦了 你这次来广源斋 遇到了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 竟需要蓝颖妹妹的帮助 子灵听到蚂蚁少女的传音声 神色先微微一红 但马上就关切地问道 没事 我来的主要目的已经解决 现在想要咨询的问题 只是顺便疑问的 韩丽倒不在意地回道 原来这样 那我先将静止撤去 再和蓝颖妹妹谈一下 子灵文言放心了许多 点点头地说道 韩丽自然没有反对的意思 于是子灵牵牵御手虚空一抓 静止令牌 就再次一闪地出现在手心中 一晃之下 四周的光幕扑的一声 凭空破裂地消失了 片刻功夫后 蚂蚁少女带着 珠一面带微笑地 从五层走了下来 下面事情 则简单多了 韩丽当着子灵的面 将自己体内那神秘氯气的一些特性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蓝颖 蚂蚁少女也真不愧为广元斋之主 在修为上不高 但在见多识广上 却真是不凡 竟真凭借韩丽所说的特性 思量了许久后 真辨认出了氯气的本来面目 什么 你说这是阴阳大五行 真光附带的地煞银气 所以才这般难以驱逐掉 韩丽一听蚂蚁少女说出的绿气名字 几乎一下蹦了起来 看来韩兄也听说过 这大五行真光了 虽然我们有十足的把握 但也有七八成猩猩不会错的 阴阳大五行真光 号称能融入天下 任何功法神通之中 甚至有万法之母的名称 但此真光本体 若是常年深处悬阴之地 不见天日化 就有一定可能会形成 这种变异的地煞之气 据说当年魔界上古时候 就曾经出现过一名 拥有阴阳大五行真光的始祖 他借助此真光 融入所修魔宫后的增幅威能 连另外两名和他并类的始祖 都被其以一己之力 硬生生压住 而无法对抗 甚至差点统治了整个魔界 要不是一次一节出游后 这位始祖就此莫名地失了踪影 恐怕现在的魔界 早不是现在这般模样了 蚂蚁少女 凝重异常地说道 我翻阅一本上古魔典的时候 也曾经看过一些 不过当年那位始祖 能够差点一同整个魔界 最主要还是和其本身修炼的 通天魔宫大有关系 那魔宫本来就号称魔界第一 历年来修炼之人无数 但除了这位始祖 彻底参悟透彻外 就再无任何一人 能够参悟其中奥妙分好了 再加上有那阴阳五行 真光融入的增幅 难怪当时根本无人能敌了 韩兄 你怎会沾染到 此东西相关的地煞阴气 难道已经接触过大五行真光了 听说这东西 本体可不太固定的 可能是一块不大的山石 也可能是一节不起眼的枯木 子灵竟然也听说过相关传说 在一旁忍不住地说道 没有 我根本未曾见过 这阴阳大五行真光 这地煞之气 只是无意中从一块矿石得到的 并窜入体内的 但从此之后 就复古之躯般地 再也无法彻底驱逐掉了 韩丽面上 神色渐渐平静了下来 苦笑一声地回到 但心中却翻江倒海般的 翻滚不停 这阴阳大五行真光 可正是圆和五极山 其中一座极山 应该具备的神通 此真光早就在人界绝迹不见了 相比其他几座极山 他对此根本没有抱有能找到的信心了 万万没想到 到了这魔界来境 忽然有些线索 还和一直存在体内 让自己头痛的神秘律器大有关系 虽然这离真正找到大五行真光还早得很 就算找到了 也可能数量并不足以 炼制成一座极山 但这也让韩丽心中多出了一丝希望 看来他还要在魔界再多留些时间了 嗯 从一块矿石上得到的 倒不奇怪了 那大五行真光虽然从魔界消失多年了 但一些沾染相关变异地煞之气的矿石 倒是不时发现过一些的 但凡是在发现矿石之地的势力 即使在原地继续挖掘 却是一无所获的 据推测 附近地下虽然可能有一处或数处地方 郁郁着阴阳大五行真光 但是不知什么原因 位置却似乎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动 根本无法再找到了 韩兄接触到的那块矿石 多半也是由此而来的 听到韩丽如此之言 蚂蚁少女倒是没有觉得奇怪 反而若有所思地点下头 那这东西长期存在体内 是否有什么害处 可有办法驱除掉 子想到了什么 急忙追问了一句 这变异的地煞阴气 虽然不是大五行真光本体 但对我魔界某些修炼特殊功法之人来说 其实也是一种求之不得的东西 韩道友既然是人族修士 这东西却是有害无益的 若是待的时间长了 会让经脉萎缩 肉身僵化的 到了那时 可就是真的是大麻烦了 不过韩道友也不用太担心 以前也有其他人中 被这东西缠身 故而有大能之势 创出了一种炼化之法 只要韩道友照此口诀运功的话 也就可以将这地煞阴气 在体内直接炼化了 蚂蚁少女胸有成竹地说道 原来如此 蓝颖妹妹既然这般说 贵斋肯定有此种炼化口诀了 据我所知 你们广源斋 一向喜欢搜集各种法诀秘书的 紫灵神色一松 轻笑地问了一句 这个 这门法诀 小妹这里还真没有 因为此口诀 毕竟属于非常偏门的东西 根本没有几人能够用得上 故而本斋也没有花大力气 去收集 不过 我倒是知道 炼化口诀如今在谁手里 但是想要得到的话 蚂蚁少女沉吟了一下后 露出了迟疑的表情 怎么 看仙子神色 这炼化口诀并不太好到手 难道有何困难之处吗 韩力和等之人 一看少女神色 立刻心中一动地问了一句 不瞒韩道有 那口诀是掌握在一名 合体后期的老怪物手中 此人平常喜怒无常 神通还在诸遗之上 本斋虽然和他做过几次交易 也可以联系到此人 但是不是真能讨赖此口诀 却是不敢保证的 少女缓缓地说道 这没关系 只要仙子能联系到此人 再大的代价我也付得出 他不会抱着一门 根本无用的口诀 真将送上门的 天大好处放弃吧 韩力文言却彻底放下了心来 并微微一笑地回道 有韩道有这句话就行了 小妹自然会联系到这老怪 给道有一个满意的答案 蚂蚁少女听了韩力这番话语 再无迟疑地一口答应下来 子玲在一旁见了 清吐一口气后 脸上焦虑也终于消失了 不过 小妹帮韩兄解决了如此大的麻烦 是不是也该谈谈其中的报酬了 蚂蚁少女满脸笑容地说了一句 这个自然的 仙子享受多少磨石 尽管开口就是了 韩力笑了一笑 回道 算了吧 若是换做其他人 小妹说不得要厚着脸皮的狮子 大开口一次了 但韩兄既然是子姐姐救食 而子姐姐又是我的至交 这次的费用 本斋主就自电了吧 蚂蚁少女眨了眨眼睛 竟忽然一板脸孔地说道 听了这话 韩力有些意外 但略想了一下 也就轻笑地点下头 蓝仙子如此说了 韩某就确之不公了 你就这般答应了 也不推辞一二 蚂蚁少女却一下瞪大了美目 神色有些怪异地又问道 既然是道有美意 在下怎好推辞的 难道蓝仙子 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韩力似笑非笑地回了一句 一句感谢的话 也没有听到 我怎么觉得 这个人情送得轻飘飘的 别人根本没有多少感谢之意的 蚂蚁少女撇撇嘴 又斜瞅了韩力一眼 韩力嘴角微微一翘 只是原地含笑不语了 一旁的子灵 听了韩力二人的这般对话 脸庞上露出了一丝 若有若无的笑意 并谈口微张地说道 好了 你们两个一个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一个是想趁机拉一墙员 既然这样 何必说得遮遮掩掩掩了 全都摆在名处直说就是了 韩兄 蓝尹妹妹的确和我情同姐妹 以后若真有可能 你能帮一把的话 也就帮一下了 只要力所能及 我自然可以帮蓝仙子一下的 但说好了 我帮的只是蓝道友 和广元斋 却没有太大的关系 韩力脸上笑意忠于一脸 并神色一正地说道 此话果真 那小妹可就铭记在心了 蚂蚁少女先是脸上微红 但在一听韩力后面的话语 当即大喜起来 可是 我不会在魔界滞留多久的 若是回到人家的话 再来这魔界 可就不是这般轻易的事情了 韩力却大有深意地 冲蚂蚁少女又说了一句 韩兄大概忘了 我们广元斋 可是跨界的大势力 撕裂虚空跨界传送 对普通合体存在 也许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但对我们广元斋来说 却并不是不能解决 蓝颖文言笑了起来 并说出一句 让韩力有些意外的话来 第2125章 明虫之母 怎么 你们手中也有心戒盘 破戒猪之类的法器 韩力心面一转地问道 光凭心戒盘等东西 也不足以做到此事 等联系到了那老怪物 下次道友再来的时候 小妹自然会一同准备好一切的 不过那样东西 即使对广元斋也异常珍贵 并且有着严格的限制次数 即使得到此物 韩兄往返我们魔剑 也是大不容易的 无非必要 一定要慎用的 蚂蚁少女 又不放心般地叮嘱了一句 放心 若真是消耗性的器物 韩某自会小心使用的 不会白白浪费的 一听真能到了一件 可以往来两界的宝物 韩力自然也是大喜过望地 一口地答应下来 蓝颖见韩力神色诚恳 也就满意地点下头 对了 还有一事 我一直有些不解 不知仙子还方便给在下解答吗 韩力却又想了一事 略一愁愁后 还是问了一句 还有问题 韩兄那尽管问就是了 何必如此见外了 蚂蚁少女微微一正 但马上笑了一笑地回答 我想知道 魔界这一次侵入灵界 为何和以往大不一样 竟似乎有长期侵占 不走的意思 而我这次进入魔界中 发现一般的魔族 对此事并不知晓 那些侵入灵界的 似乎全都是那些圣祖的 直属势力 和一些被控制的 低中间魔兽而已 韩力盯着蚂蚁少女 神色肃然地问道 一听韩力这番问话 无论是蚂蚁少女 还是旁边的子灵 朱仪均都脸色一变起来 此事小妹虽然知道 但是陷于斋中 不得掺和见面间争斗的镜条 却不便如实相告的 蓝颖犹豫了好一会儿后 才有些歉意地说道 既然此事让蓝仙子为难 那就当在下从未问过就是的 韩力见此情形 自然也不好再追问下去 只是微点下头地表示理解 韩兄 若是想问这件事情的话 不用找蓝妹妹了 我身为六级门下 倒也知道一些相关内情的 子灵脸色变化了数次后 终于叹了一口气地说道 哦 这你可是方便说的 若是也有所不变的话 也就算了 我自己稍微花些时间 同样能查到些内情的 韩力原本威胁 但马上想到了什么 又慎重地问道 放心吧 你不用担心的 此事虽然原先只有圣族等阶之人 才有资格知道的 但随着本界和人界大战开启如此多年 这消息根本无法瞒住多久的 现在我们这些圣族的弟子 都已经知道一些了 过不了多久 相信整个魔界高层 也就全知道魔界大劫的事情 根本不用保密的 子灵苦笑一声地回道 魔界大劫 那我真要喜耳恭听一下了 韩力心中意灵 不敢怠慢地说道 好 蓝颖妹妹和朱怡 原本就是知道此事的 在这里说了一下也无妨的 若有什么说错的地方 还望蓝颖妹妹稍加提点一下 子灵想了一下 也就正色地说道 说实话 本斋对魔界大劫事情 了解的也不算太多 并不比子姐姐强哪里去的 只是知道一个应对不好 恐怕魔界真要大难临头了 以魔界三大始祖为首的一干圣族 几乎将大半心思 都放在了此上面 侵入灵界 似乎只是其应对的 后背手段之一而已 蚂蚁少女苦笑一声 虽然没有具体说什么 但也含糊地说了一些东西出来 寒历听了 心中不经威震 蓝妹妹不便细说 还是我来讲述大劫的事情吧 说来话长了 此事最初的起因 要追究到了魔界初开没多久的时期了 据说那时候 诸多界面中 还生活了许多 现今早已灭绝的种族 而那些真仙真魔等上界存在 偶尔还能联系到 下方界面的本族存在 但就在那时的一段时期 某一界面中 一只原本不起眼的上古重族的分支 突然诞生了一只 实力比一般真仙存在 还要可怕的明虫之母 此虫母 不但天生具有黑暗元素肢体 更可同时吞噬天地各种能量 更令人恐怖的是 它那绝对惊人的繁殖速度 并且诞生出的后代 也同样具有 吞噬天地能量的可怕特性 据说现在各界面流传的 试金虫等几大凶虫 可能就是 遗传了这个明虫之母的相关血脉 才同样拥有吞噬万物的神通 子灵说到这里顿了一下 并大有深意地 望了韩丽一眼 韩丽听了这话 脸上没有异样 但双目不禁微眯了起来 这时 子灵接着又说道 据说不过短短千余年时间 这只明虫之母 就带领多达数亿的子孙 将原本界面的其他种族生灵 全都屠杀干净 而在过万余年后 整个界面就因为天地能量 都被吞噬一空缘故 万物皆枯 并最终破裂崩溃开来 那只明虫之母 却在界面毁灭的前一刻 竟运用莫大神通 带着其子孙硬生生破空离开破裂的界面 进入了附近相邻的另一界面中 不过数万余年时间 这个新进入的界面 就上演了同样一幕 同样被硬生生耗尽了能量 开始崩溃 就这样 以后的十几万年中 这位明虫之母带着其子孙 接连毁灭了数处界面 并最终惹得上界的注意 也不知用什么办法 竟然让两名真仙本体 直接降临下来 并将这位明虫之母 和其子孙引到了魔界 展开一场厮杀 听说当年的那番激战 几乎到了天崩地裂的地步 殃及了无处地狱 现在魔界不少显地秘境 都是在这场大战后 才得以形成的 而此战最终结果 却是明虫之母所有子孙 都被斩尽 自己重创之下 则被两名真仙 用一种仙界之术 封印到了如今的史印之地中 永远沉睡下去 既然擒住这明虫之母 两名真仙何不止 接取了她的性命 何必再多费功法地封印起来 现在的魔界大劫 莫非是这明虫之母 再次苏醒了不成 韩丽听到这里 眉头微微一皱地问道 为何那两名真仙 没有灭掉明虫之母 因为年代太久远的缘故 不太好说了 可能这明虫之母 有什么保命手段 根本无法彻底灭杀掉 也可能一番大战后 两名真仙也重伤在身 已经无法做到此事了 不过 不管当初因为什么缘由 韩兄现在猜想得都不错 那明虫之母 的确在万余年前 就开始渐渐苏醒了 并且又繁殖出了 众多的子孙开始不停地冲击封印 三大始祖被惊动之后 则从外面不停用各种方法 来加强巩固封印 并派人不断击杀 从封印缝隙中冲出的 各类地中间明虫 也不过只能延缓明虫之母 真正冲出封印的时间而已 而等此虫本体 一旦得以脱困 魔界的下场可想而知了 那明虫之母 可不会收留任何俘虏或者奴隶 万物皆都要被其吞噬一空的 这可是真正的魔界大劫 子灵说到最后 脸上也露出忧心的神色 听子灵之言 若这明虫之母 真将魔界弄得毁灭 下一步 岂不也有可能跨界来到我们灵界了 韩丽脸色一下 变得异常难看 不禁问了一句 和魔界相邻的界面 并不只是灵界 还有其他数个界面 但若魔界不复存在了 灵界的确有一定几率 成为下一个要遭毒手的地方 而就算不是 等附近几个界面全都消亡掉 灵界则肯定也难逃这一劫了 蚂蚁少女却这般说道 原来如此 这么说 只要能将这明虫之母解决掉 不但魔界会立刻收兵 也能解决掉我们灵界未来的一大劫难了 韩丽脸色阴沉地思量了好久后 才缓缓地说道 明虫之母 哪是这般好解决的 你若真能做到此事 不但眼前的两界之战 可烟消云散 就算让魔界从此取消 对灵界的圣祭骚扰 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除非是天上真仙降临 否则此念头 只是痴心妄想而已 紫灵悠悠地说道 嗯 这等事情 的确不是我现在能插手的了 好在听你们口气 那封印还可支撑许久一段时间的 也只能等以后再说了 韩丽脸色变化了数次后 最终也只能摇摇头地 将此事暂时抛制到了脑后 这种是关书界的大事 还是交给灵界的那些大臣存在去处理吧 他现在只是一名小小的合体修士 还无法承担这种重责的 大不了回去后 将此事先通知族中的那位墨简离大臣存在在说 韩丽心中既定 也就不再提及相关事情 而是和子灵几人聊了一些在魔界的所见所闻 并最终和子灵一起地告辞离去了 不过 等韩丽陪着子灵出了阁楼 并沿着小路走出了密林之后 在出口的地方 赫然有七八名身穿战甲的魔族卫士 正拱卫着一辆豪华异常的售车 韩兄 反正你也要回城 我用售车送你一程吧 在路上 我有些事情还要再仔细告诉你的 子灵脚步一顿 转手冲韩丽柔声说道 好 我也有些事情需要和你商量一二的 韩丽点点头 并没有加以推辞 第2126章 司矿 于是 在那几名魔族卫士吃惊的目光下 韩丽跟着子灵上了同一辆兽车中 回城 兽车两旁窗帘一合 里面传出清冷的吩咐声 车夫当即答应一声 立刻催动几头似牛飞牛的漆黑魔兽 让售车在几名卫士簇拥下飞野士的上路了 这时 车上淡淡红霞闪动 赫然激发了一些玄妙的静止 与此同时 在售车内 韩丽却慎重地冲子灵说道 子灵 有些事情 我不便直接询问蓝眼 但我知道你在蓝浦湖 也有些事理的 现在需要你帮我查一个 叫无忧的本地魔族的底细 时间自然是越快越好的 此人可能是 子灵在售车中 一边听着韩丽的话语 一边脸庞上露出诧异的表情 数个时辰后 韩丽孤身一人地出现在了客栈前 并大模大样地走了进去 虽然他在蓝浦城 因为大肆收购一魔精 而颇为引人注意 但明知道他是炼虚后期的存在 倒真没有多少势力 敢派人暗中追踪监视什么 毕竟修为到了这等地步 要想监视追踪的话 派出人手自然修为 也不可能落哪里去的 但真到了炼虚境界的魔族 又怎会愿意去做此种事情的 结果韩丽这次回到客栈中 当即闭门不出了 一直等到第二天的时候 才精神抖擞地再次出门了 这次门 他自然是为赴那无忧之约而去的 原本他就对那一魔精中 金珠极为重视 如今又一下牵扯到了 阴阳大五行真光 自然更是势在必得了 虽然无忧提供的一魔精 也不一定就真能发现金珠存在 但如此多的数量 还是让韩丽颇为期待的 又到了昨日相见的厅堂前 一男一女两名面孔熟悉的魔族男女 正守在门外 一见韩丽真赴约而来 自然大喜迎了上来 韩前辈 请进 无忧大哥 正在里面等候大驾 好的 我知道了 韩丽淡淡地点下头 就身形一飘地闪进了厅门内 门外两名魔族男女 则急忙将大门重新关上 然后继续守在门外 一副十分小心的模样 在厅堂内 韩丽见到了无忧和其他几名魔族男女 韩兄 你终于到了 在下已经等候多时了 无忧这名魔族男子 一见到韩丽 丝毫不加掩饰面上高兴 一摆手地请韩丽入座 韩某可没有来晚 而是无忧道友来 早了一点 好了 夜长梦多 我们也不用说太多废话 马上开始交易吧 希望你的东西 真能让我满意 韩丽没有韩轩的意思的 一坐下后 就开门见山地直接说道 若是换了其他人听到这番话语 脸色自然好看不到哪里去 韩兄果然爽快 好 那开始交易吧 对面的无忧听到韩丽的话语 却正合心意 当即不加思索的袖子一抖 树梅令牌虚影 在四周一闪即逝地消失在了虚空中 一层静置光幕 顿时一展开 将二人全都笼罩在了其中 接着魔族男子单手再一翻转 一个淡蓝色储物镯 就立刻出现在了手中 并满脸笑意在说道 道友要的一摩金 全都在里面了 请韩兄查点下数量和品质 是否满意 话音刚落 无忧就将储物镯一抛而出 竟似乎丝毫迟之色没有 韩丽见此 略感有些哑然 但心念一转下 却也不禁有几分佩服此人的气度了 不过 此魔多半也做了一定的后手准备 并不怕他真不负魔石的 那在下却先轻点下再说了 韩丽不动声色地回了一句 手臂一抬 就将蓝色储物镯一把抓住 往额头上轻轻一放 庞大神念瞬间化为 无数思虑地探入其中 无忧则没有其他的举动了 只是双目指示韩丽的一言不发 一副静等结果的样子 足足一盏茶的功夫后 韩丽眼皮微微一动 终于睁开了双目 但是面上毫无表情 看不出有任何的喜怒情绪 无忧见此 身躯微微一僵 但好在韩丽下面说出的话语 让其全身又一松地放缓下来 东西不错 的确和你说的一样 都是上品一摸金 既然这样 在下也会按照说好价格 支付魔石的 韩丽一边说着 一边也从袖中摸出一个黑乎乎储物镯 手腕一抖地抛了过去 无忧大喜 立刻抓住眼前之物 同样将神念往其中一探而去 和韩丽不同 不过是片刻功夫 魔族男子就满意地 将神念一抽而回 将储物镯一收而起后 就冲韩丽满脸笑容的一抱全说道 韩道友也果然是守信之人 魔石数量也是一分不差 现如今 我和道友间交易两清了 既然交易没有问题 在下也不多做停留了 就此告辞了 韩丽则平静地站起身来 淡然地说道 这个自然 在下马上就撤去静止 无忧也没有挽留之意地 一口答应到 也站起了身来 只见他单手一掐绝 顿时四周一声闷响 光幕当即破裂而开 韩丽身形一动 就大步地走了出去 但当他走到门口的时候 脚步一顿 忽然转手问了一句 无忧道友 可愿意 将这些一魔精的具体出处 告知在下 只要道友肯说 我愿意多付出 刚才魔石数量的三分之一 当作此消息的报酬 无忧一听韩丽此话 心神一阵 脸色连变数下的 没有马上回复什么 其他的魔族男女 则一阵骚动 脸上均露出了贪婪的表情 道友虽然出手大方 但可惜 此事在下 的确不便相告的 只能谢绝韩兄的美意了 无忧心念转动了数圈 将差点脱口答应的冲动 强行压下后 有些困难地摇摇头 既然这样 在下也不勉强了 韩丽深深看了男子一眼 再没有任何犹豫地 走出了大厅 无忧站在原地 望着厅堂大门的方向 脸色有些阴晴不定 韩丽刚才 虽然没有多说什么出来 但最后目光中的异样 还是让其心中有些发毛 隐隐有些不祥的预兆 大哥 既然对方想问 这些一摩金的出处 将私矿地点告诉他就是了 反正我们都要走了 就算他真想调查什么 也根本来不及的 如此一大笔摩石 可不拿白不拿的 一名女性魔族 忍不住上前说了一句 哼 哪是这般简单事情 我们对此人真正底细 可一点都不知道 虽然他是外来之人不假 但随意将私矿地点告诉别人 都有可能提前将我们暴露出来 你们可别小看了 城中各大势力的实力 好了 现在摩世已经到手了 我们马上开始分批离开蓝铺城 一出了城门 大家立刻按照原先安排好路线 用尽快速度离开此区域 等彻底安全了 我们再在施压城重新相聚 无忧冷哼一声 训斥了两句 又毫不迟疑地吩咐道 其他魔族男女自然不敢违抗什么 当即其声答应道 而这时 韩丽已经坐上了一辆寿车 正在街道上飞驰而行着 坐在寿车一角处的他 竟然面带一丝兴奋地 把玩着一块黑白相间的一摩金 并且口中用低不可闻的声音 喃喃自语着 总算找到了 那东西果然是在这群人手里 在他身上新得到的那枚储物灼中 和手中这块同样具有特殊气息的一摩金 足有二十多块之多 这让韩丽再无任何怀疑 肯定无忧一伙手中有奇要找的东西了 而若不是交易的地方 是蓝铺城中的闹市之区 他早就直接施展神通地 将这一伙人情下 然后用搜魂之法 得到自己想要的情报了 不过眼下 他同样也没有太过担心什么 既然知道 无忧一伙 就是自己寻找的目标 他自然在交易的瞬间 在这伙人身上 神不知鬼不觉地 均种下了神念标记 只等他们离开蓝铺城 就会悄悄尾随追上 将他们全都倾下 韩丽心中暗暗思量着 手中灵光一闪 一摩金就一下消失不见了 而自己则暗纳住心中的兴奋 开始在兽车内闭目养神起来 时间过得飞快 数个时辰后 兽车就重新出现在了客栈的大门前 但等他从车上下来后 却一下在大门旁边 看见一名面孔有些熟悉的黑甲魔族 神色微微一动后 就从那名魔族旁边一闪而过 进入了客栈中 而那名魔族一见韩丽 脸上却不禁露出了喜色 一等进入大门后 也立刻恭敬地尾随而尽 片刻功夫后 在韩丽住出一间隐秘房间内 那名黑甲魔族恭敬异常地 将一块青色石片 双手递给了韩丽 韩丽将石片接过后 就贴在额头上的仔细查看了起来 随着时间的流逝 双目却渐渐地微眯了起来 好了 东西我已经看过了 你回去回禀 你家主人 就说我很满意 韩丽终于将石片从额上一下拿下 并手一搓地化为了灰尘 才不动声色地 向跟前黑甲魔族吩咐一声 是 大人 小的先告退了 黑甲魔族 恭声答应一声 就倒退出了屋子 嘿嘿 竟然偷见私矿 如此一来的话 就一切都可说得通了 韩丽仰手望着屋顶 喃喃地说了一句 面上引现一丝利色 第2127章 消息 刚才那名黑甲魔族 自然是紫灵派来之人 以六级的始祖身份 哪怕紫灵 只是其诸多弟子之一 在兰铺湖 也有不小的势力 可轻易调动不少人手的 用这股力量 去调查区区一名 炼虚期存在的底细 自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短短一天时间不到 紫灵就派人 就将无忧底细盒 开采私矿事情 全都调查得一清二楚了 实际上在兰铺湖 偷开私矿事情并不少见 而无忧一伙开采私矿地点 在一处品质不高的 低裂矿脉上 外加其修为不弱 故而其他势力 即使知道此事 也并没有怎么出手阻止 低裂矿脉上 怎可能产出 大量的易摩金来 真正原委 还必须从无忧他们身上 才能得到的 韩丽寝刻间 心中就有了决定 于是他不再迟疑什么 单手一掐绝 双目一臂下 就开始催动了那些 重在无忧等人身上的 神念标记 以他如今的恐怖修为 在这些魔族身上 动手脚的时候 但是没有多久 韩丽面孔上 却闪过了诧异的表情 他清楚感应到 大部分神念标记 赫然已经离开了兰铺城 唯独有两道 却在离他住处 只有数里远地方 还在慢慢地接近中 韩丽自然大感惊讶 神念一动 立刻从屋中一探而出 直奔标记所在处 一罩而去 结果片刻后 韩丽就将携带 神念标记两人 全看了个清清楚楚 正是无忧一伙中的 一对魔族男女 男的三十多岁 女的二十多岁 似乎是一对夫妇的样子 当韩丽神念扫过去的时候 这两人正从附近街道上的 一辆寿车上走了下来 悄悄传音商量几句后 就奔韩丽住的客栈来 韩丽是阅历何等丰富之人 心念只是转动几下 也就将这对魔族男女行为 猜了得七七八八 知道他们的确是来冲 自己而来的 他微微一笑后 就将神念一收而回 就在大厅中进等起来 果不其然 不过一顿饭的时间后 他就感应到了 两个神念标记 出现在了住处的大门外 不过这两名魔族 似乎还有些犹豫 在门外徘徊了一阵 并没有马上进来的意思 韩丽眉头一皱 嘴唇无声地微动了几下 下一刻 那一对魔族男女耳中 默然响起了清冷的话语声 既然来了 就进来吧 能来到这里 你们想来早就下了决心的 魔族男女一听此话 脸色均都一变 互望一眼后 还是那三十多岁的魔族男子 一咬牙地说了一句 走吧 韩前辈已经开口了 我们自然不可能回头了 那有几分姿色的女子 略意迟疑后 也只能苦笑地点下头 于是男子 当即在外面大声 说了一句拜见的话语 就带着魔族女子 推门走了进来 他们一进入大门 眼前就出现了 一座不大的厅堂 厅堂正中的一把椅子上 韩丽端坐骑上 正不动声色地打量着二人 晚辈夫妇 拜见韩前辈 魔族男子一见韩丽 心中一颤 急忙和女子 同时上前大礼拜见 起来吧 我刚刚从你们那里回来 你们二人就跟了过来 是有什么要紧话 要后说了 韩丽不知可否地 问了一句 前辈会眼如拒 晚辈夫妇 的确有事 找前辈商量一二的 魔族男子 陪笑一下后 小心地说道 什么事情 说吧 我这边的事情也很多 没有太多时间浪费的 韩丽神色不变 淡淡说道 听了韩丽此话 这一对魔族男女 互忘了一眼 结果还是男子 硬着头皮地问道 前辈 你先前所说的话 不知是否还算数 先前的话 哦 你指的是 我临走时和无忧说的 那件事情 若是此事的话 自然算数的 怎么二位有兴趣 和韩某做此交易吗 既然眼前人 都主动提起了 韩丽也没有兴趣 和两名化神境界 存在卖关子 平静地反问道 不错 晚辈二人是有此意 其实有关这些 易魔晶的详细出处 我夫妇比无忧知道的 更具体一些 因为这些易魔晶 就是我二人 亲自监督挖掘出来的 只要前辈 真愿一付约定的魔石 我二人可一五一时相告的 魔族男听了韩丽之问 眼睛一亮地回道 你们到这里 无忧不知道吧 韩丽目光一闪 没有直接回复什么 而是淡淡地问了一句 前辈明见 晚辈二人 的确是自己跟来的 不过 这可不是我夫妇 想先背着他人 做什么事情 而是无忧他们几个 先对不起晚辈夫妇 就因为我二人 是负责矿卖具体事务之人 他们几个早就偷偷商量好 准备一旦真出了事情 就将一切麻烦 都推到我二人头上的 想拿我们夫妇 当替死鬼的 要不是在下 无意中偷听到此事 还要一直被他们 瞒在鼓里的 就像前辈 先前交易所给的魔石 我夫妇最后能到手的 也寥寥无几 冒如此大风险 却只有这么点收获 晚辈二人自然是大不甘心的 到了此时 魔族男子 反一挺胸膛地说道 你和无忧之间有何怨恨 韩某可不会去管的 只要你提供消息让我满意 原先所说魔石 自然一个不会少的 韩丽双目一眯 丝毫感情没有的言道 多谢前辈 晚辈自信所说 一定不会让前辈失望的 魔族男子 当即大喜地称谢道 好 你说吧 韩丽吩咐了一声 是 其实这些异魔精 接触自我等偷偷开采的 一处私矿之中 第一块异魔精 就是我和姚妹发现的 不过这些异魔精 是在矿脉的最深处 位置极其偏远 若不是有人指名的话 非常难以找到的 我等也是一直偷偷开采了近百年 才发现他们的存在 具体的位置 则是在 魔族男子开始讲述起来 而韩丽在听的过程中 不时出言询问一些 相关的细节问题 魔族男子全都尽力地回答了一番 当他将所有事情 都讲述完之后 韩丽低手沉吟了一下 再次抬起头颅时 面上则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你回答得不错 的确省了我许多的麻烦 既然这样 我也会如约地付给你魔石 但有些话先说在前边 若是我发现你所说东西 有何虚假之处的话 你就算能拿到魔石 以后也会没命去花的 现在还有什么补充之言吗 韩丽单手一翻转 一个装满魔石的红色储物镯 就出现在了手心中 望着魔族男子 森然地说了一句 前辈放心 晚辈怎敢有欺瞒之言的 前边所说的句句是真 绝无半点虚假的 魔族男子看了一眼 韩丽手中的储物镯 目中闪过一丝火热 陪着笑容地说道 嘿嘿 希望如此吧 你们现在可以走了 韩丽手腕一抖 就将储物镯 直接抛了过去 淡然地吩咐一声 多谢前辈后赐 我二人就不打搅前辈了 魔族男子 一把揭住储物镯 神念往里面一扫 发现里面 尽是密密麻麻的模式后 当即大喜的身识意理 就忙一拉旁边女子 倒退出了厅堂 这一对魔族男女 一离开客栈 就来到附近 一条偏僻的巷子中后 旁边女子 就再也忍不住地 开口起来 怎么样 韩前辈所给魔石 是否真像他 原先说的那般多 虽然没有细查 但是应该差不多的 以对方出手大方程度 既然真给了 就不会在这上面 糊弄我们了 我来之前 倒是没想到 这位韩前辈 真这般容易地 会付给魔石 让我们原先 准备的几个后手 倒是没有用到了 魔族男子 男眼兴奋之色地回到 那我们下面怎么办 是否要按照 无忧原先安排的路线 离开蓝铺湖 女子也露出了 大喜的表情 但又想起了什么 谨慎地问了一句 蓝铺湖肯定不能呆了 但也绝不能走 无忧给安排的路线 我们另走其他路线 只要能安然离开此地区 也不用和他人会合了 有了这笔魔石 我们以后就是 天高热鸟飞了 我何必第三下气地 做别人的下属 魔族男子 不加思索地说道 显然对此早就有所考虑的 好 我听你的 就这般慢吧 魔族女子略意犹豫后 也就一口赞同起来 于是这一对魔族男女 当即拦下一辆寿车 直奔离他们 最近的一辆城门而去了 同一时间 韩丽仍然坐在 厅堂的椅子上 双目微眯地 在思量着刚刚得到的资料 她刚才在倾听 魔族男子叙述的时候 神不知鬼不觉地 施展了一种玄妙秘书 此秘书虽然不像 搜魂术那般 可以直接探查 别人隐藏脑中的一切内容 却可以临时判断 锁住之人所说 话语的真假 并且异常的有效 否则 以她谨慎性格 怎会轻易相信 魔族男子所说一切 并干脆支付 这么一笔魔识去 只要魔族男子 刚才所说东西并不虚假 纵然对方 还隐瞒了其他的一些东西 她也不会多在意的 当然 这也主要因为 她现在身处客栈之中 并不方便动手 倾下对方 施展搜魂之术 否则万一惊动附近 其他高阶魔族 或者被客栈布置的 几种静置发现 也要麻烦不小的 算了 时间紧迫 先不找那些家伙的麻烦 等探查完回来后 再说吧 事不宜迟 现在就动身去看看 那处私矿吧 韩丽脸色阴晴不定地 变化了好几遍后 默然站起身来 滴滴地自语了几句 第2128章 矿奴 韩丽当即站起身来 走出了住处 离开了客栈 她在街道上 拦下一辆售车后 同样直奔某个方向的 城门而去 那座私矿 自然不可能就在岛上的 并且位置极为偏远 她即使驾驭顿光 直接飞行 也必须花上数日时间 才能到达的 三日后 韩丽化为一道淡淡青红 在高空积涉而行 下面 已经不是荡漾湖面 而是此起彼伏的 墨绿色山脉 忽然前方山脉一缓 现出一座 笔直仿佛巨见的山峰 足有万余杖之高 异常雄伟的样子 韩丽一见此山峰 脸上一喜 喃喃一声总算到了后 当即顿光往前方一将 就奔那座山峰 一落而去 清光一脸 韩丽身形就立刻出现在了 飓风顶部的一块巨石上 双目一臂 就将庞大神念一放而出 往下方地面一扫而去 一小会儿功夫后 转立双目一睁 单手一掐绝 体表忽然泛起一些黄色符纹 接着身躯一扭 整个人就漠然从石上 消失得无影无踪 下一刻 不知多深的山峰中 黄色光运一个闪动 韩丽身形一个模糊的显出 她望了望四周有些昏暗的景物 眉头一皱 单手一抓在一抛下 一颗白色光球脱手飞出 一个盘旋后 就稳稳悬浮在了头顶处 并将四周都照应得 如同白昼一般 虽然以韩丽灵目神通 略移调动法力 也能将四周看得清清楚楚 但自然没有这般做 更方便一些 做完此事 韩丽才发现自己 身处一处有些荒废的矿脉通道中 四壁竟都是一些坑坑洼洼的凹坑 和一些不值钱的矿石残渣 而往前望去 一条狭长通道 向更前方蜿蜒而去 从有些倾斜的地面看去 通道竟隐约通向山腹的更深处 韩丽目光将四周都扫过一遍后 最后一脸 却集中落在了一侧石壁上 镶嵌的一块不起眼的矿石 这矿石原本就是那种 价值极低的半生矿 外加通体遍布裂痕 任何稍有见识之人 看了第一眼后 都绝提不起丝毫兴趣的 但韩丽打亮了这块矿石几眼 嘴角却泛起一丝笑意来 手臂一动 手掌五指一分地冲其一抓 嗖的一声 这块矿石立刻一颤地 被一股莫名俱力 强行从壁上一扯而下 并化为一道黄光的 落到了韩丽手心中 五指只是略移用力 矿石化为一团黄光的暴力而开 光芒消失后 韩丽手掌中 赫然多出一只淡黑色葫芦 上面闪动着忽暗忽明的光芒 嘿嘿 但还算有些小聪明 韩丽神念 只是在葫芦上微微一扫后 就不置可否地说了一句 就将葫芦往袖中一放 大步向通道前方走了过去 矿麦通道非常的狭长 中间无数岔道较综纵横 如同蜘蛛网一般 但韩丽却对道路仿佛了如指掌 根本看也没看地 一路左转右拐 片刻间就前进了五六百丈之远 并最终在一个十字路口处 再次停了下来 左右打亮了一下 砰的一声 韩丽一根手指微微一淡 当即路口 某块矿石一下碎裂而开 竟从中也一下 射出一张黑色葫芦来 袖子一抖 一股青霞一涌而出 黑色葫芦一卷之下 就被霞光带回到了手掌中 韩丽同样将黑色葫芦一收而起后 身形一个晃动 人就出现在了其中一条通道内 并继续上路了 显然这些先后取出的葫芦 具有一定的指引作用 韩丽在他们指引下 直奔丝矿最深处而去 就这样 靠着葫芦互相间的感应联系 韩丽每隔一段时间 就在矿道某处 取出一张葫芦来 足足三四个时辰后 它已经在地下越走越深 越走越远 而分岔路口却渐渐稀少起来 矿道两侧矿壁上的凹坑残痕 也同样的不多起来 到了最后 一条长长通道 两侧只能偶尔看到 百余处被挖留下的痕迹 不过从地面掉落的一些矿石残渣 也可以看出 矿石种类和品质 明显比先前提高了许多 难怪那些开采矿石的矿奴 即使知道 已经有些偏离原先矿脉 也仍不愿意轻易舍弃这里了 并一直开采到更深的地方去 韩丽心中正在暗自思量的时候 忽然脚步一顿地停了下来 只见前方道路 赫然被无数碎石 堵了个结结实实 半截通道竟被人 故意用蛮横手段 给捣毁塌陷下来 韩丽眉头微微一皱 但身形却丝毫停留 没有地继续大步前进 只见其身躯表面黄光再次一闪 头顶白色光球 一下溃散消失 而本人则仿佛无形肢体般地 直接没入碎石中 一顿饭功夫后 韩丽洞穿了这一段崩溃通道 终于从碎石中一闪地 在碎石另一端现出身形来 他身上黄光芳一脸的消失不见 目光就四下打亮起来 结果发现 前方虽然还有一条通道 但比起前面的明显矮小了许多 并且四臂粗糙异常 仿佛才被刚开采过没多久的样子 韩丽目光又一下落到了 附近地面上的一小块 黑白相间的残渣上 单手一招 就凭空将其射到了手中 并低手检查了一下 果然是一摩金 看来这里就是开采他们的地方 韩丽看完后 将一摩金的残渣一抛而开 不禁面露一丝洗色来 接着他不敢怠慢地 在原地双目一臂 又将庞大神念一放而出 向前边大片区域一探而去 咦 这条矿道竟然这般长 前面好像有天然静止 神念无法继续向前了 咦 附近竟然还有人 修为这般低下 应该是那些矿奴吧 他们说不定还能有些用处 韩丽睁开了双目 有些意外起来 但略意沉膺后 心中就有了决定 只见他身形只是一动 就消失到了前方通道的黑暗中 一小会儿功夫后 韩丽就出现在一座 临时挖开的小型洞窟中 在其身前处 三名衣衫残破 肌肤有黑的魔族矿奴 正满脸恐惧地 趴扶在其面前 这三名魔族矿奴 均都投身双脚 面容丑陋 明显都是同一族之人 你们说 此地就只剩下你们三个了 其他人都已经被屠杀干净了 韩丽神色平静地问道 是的 大人 要不是我们三个机警 早一步地脱队隐藏起来 恐怕也要 落个同样下场的 中间一名矿奴 身躯一阵头 也不敢抬得急忙回到 灭口吗 这倒是自然的事情了 这么说 此地的一魔晶 应该都是你们亲手开采下得了 韩丽先自语了一句 又目光一闪的问道 是的 大人 的确是我们动手开采出来的 中间矿奴不知韩丽此问是何意 但只能硬着头皮地回答道 好 有几个问题问你们 若是回答让我满意的话 我顺手救下你们 也不无不可 否则此地矿道已经塌陷 就算我不出手 你们在此 迟早也是个饿死的下场 韩丽淡淡地说道 大人肯救我们出卷 只要大人愿意援手 小人们绝对置无不言的 中间矿奴文言 急忙一抬手 不加思索地说道 其他两名矿奴 也是同样的又惊又喜 我先问你们 你们什么时候 发现的这些一魔晶 并且开采过程中 发现过什么异常地方吗 韩丽缓缓地问道 一魔晶是两个多月前发现的 因为此地泥土坚硬如铁 我们百余人花费了如此长时间 这才堪堪将此地的一魔晶 均都开采一空了 至于开采过程中的情况 在开采快结束的时候 还真发生过一些 有几名同伴在挖掘的时候 突然翻身栽倒 并当着众人面化为了尘土 中年矿奴略想一下后 如实地讲述道 只是在说到最后两句的时候 脸上现出了畏惧的表情 翻身栽倒 化为了尘土 可是和这样一般无二的 韩丽略一沉吟 忽然一根手指 重复进地上 一块黑色石头一点 口中同时地问道 只见绿芒一闪 一根绿丝从指尖处击射出 并一闪即逝地洞穿石块 然后一个盘旋地击射而回 而那块看似坚硬的石头 则轰得一下 瞬间地化为了一堆 灰白色尘土 一看此景 三名矿奴顿石 吓得面无人色 中间矿奴 更是急忙大声地叫道 大人 就是这般样子 我们那几名同伴 就是这样突然间没了性命的 出了这种事情 你们上边没有派人过来 查看的究竟吗 韩丽点点头 再问了一句 大人 的确有人过来查看过 但是那些化为 尘土同伴挖掘的地方 并没有什么异常了 其他人再过去开工开采 也并无事情发生了 这样一连几次后 上面自然也懒得再问此事了 毕竟我们矿奴的性命 原本就不值钱的 中间矿奴苦笑一声地回道 出了一次异常 就不再有事情了 这倒是有些意思 回头你们几个将出事的地点 给我准确指出来 韩丽黑黑一笑 又吩咐地说道 遵命大人 能为大人笑脸 是小的荣幸 三名矿奴自然不敢有拒绝之意 纷纷恭敬地答应一声 现在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你们如实回答我 此地的一魔晶 是否真的被开采一空了 韩丽却脸色一沉 忽然问出另一个问题 第2129章 慈光兽 显然韩丽此问大出乎 三名矿奴意外 三人面面相去了一会儿后 其余二者目光 最后还是望向了中间的矿奴身上 这让这名魔族 脸色连变数下 不禁心中暗暗地连连叫苦 心知己人一直不想说的事情 多半无法隐瞒下去了 于是这名矿奴在苦笑一声后 就只能老老实实地回到 原本在矿道被毁掉前 已经发现的一魔晶 的确被开采一空了 但是我们三个在这里被困的几日内 因为胡乱挖掘想找一条出路 结果竟无意中 又发现一条蕴含一魔晶的风框 不过以我们三个的能力 自然无法独立开采的 只能将发现地方 仍旧由碎石和泥土先封住了 大人若是感兴趣的话 小人这就带大人过去看一下的 果然还有一魔晶 没有被开采 那几个家伙 未必不知道此事 只是觉得 时间拖得太长 不敢再继续探寻下去罢了 也好 这些就算便宜我了 不过在此之前 先带我去看看出事的那几处地点 韩丽黑黑一笑 又一声吩咐 是 大人 中间矿奴心中有些奇怪 但不敢有丝毫为抗地 急忙答应一声 然后 三名矿奴就在韩丽一白手示意下 兢兢战战战起身来 一起离开了洞窟 在前边带路起来 半个时辰功夫 韩丽就看完了要看的所有地方 甚至连那条已经被掩盖起来的心矿 也被三人指了出来 很好 既然你们所说不假 我也会送你们一条生路的 韩丽最终也露出了满意之色的说道 大袖一斗 顿时大片青霞飞卷而出 三名矿奴只觉眼前青光一闪 一阵天旋地转 人就忽然间出现在 离他线处近在咫尺的地方 这时旁边波动一起 韩丽身形才在附近无声地显现而出 三名矿奴见此 心中喜剧交加 不知韩丽是否真会如约地送他们出去 但韩丽根本不看三人 而是手臂一抬 手掌五指 一分地对准了眼前堵塞的碎石 轻轻说了个破字 下一刻 掌心处金芒闪动 一颗金色光球 瞬间浮现出 一声轰鸣 光球就化为一道耀眼光柱的喷尸而出 扑斥的一声闷响后 一股热风顿时汹涌地扑面而来 碎石中赫然多出了一个直径丈许的通道来 四周边缘处均都融化发红 但顷刻间就变冷发黑起来 我已经重开出了一条声落 你们就顺着此路出去吧 韩丽扫了三名矿奴一眼 淡淡说了一句 随之身躯一模糊 就鬼魅般地在原地不见了踪影 三名矿奴目睹这一切 大喜过望纷纷冲韩丽消失地方 在拜了一拜后 就二话不说地一起冲入了通道中 虽然里面还灼热异常 但这三名矿奴却是咬牙的根本视若无睹 这时 韩丽已回到原先走过的几处地方 并施法从附近地下 各自吸出了鼠铝细细氯气 然后小心地收进了一件小瓶中 才再次来到了被藏起的一模金分矿处 这些氯气自然就是那变异的地煞阴气 只不过原先被他们寄附矿奴 当场就被吸进了金血丢了性命 他们才重新潜藏附近地下一时 不再出来伤人的 也幸亏无忧一伙到此查看时 只是一心担心一模金石的事情 只是匆匆而过的 根本没有细查这些地方 否则 他们一旦发现了这些地煞阴气 说不得又会折腾出另外一场风波来 至于新发现的一模金矿 说是一处分矿 其实也不过是在原先矿道旁边而已 那三名矿奴 只是朝一侧挖出十余丈远的距离 就发现他们的存在 韩丽根据几处泄露出的地煞阴气位置 心中推算一番后 也得出了结论 那阴阳大五行 真光若真存在的话 多半在这一模金分矿的下面 故而一将三名魔族矿奴打发掉 他就回到了分矿处 然后毫不迟疑地袖子一抖 十几团青光从袖口中一飞而出 并接连晃动地 化为了一只只青园傀儡 一个个丈许高大 面目猙獰 散发着冰冷的气息 他只是神念一催下 这些傀儡手指 立刻生出一根根数寸长白芒 接着整齐走进分矿通道中 开始大肆开采那些一模惊起来 而韩丽做完这一切后 略一沉吟 袖中就又飞出一道淡金色虚影来 金影略一宁 幻化成一只淡金色小兽 正是暴灵少 此兽显然原先正在兽环中小睡样子 虽然被放了出来 两眼却才刚刚地睁开 一脸不知所以的模样 倒显得异常可爱 韩丽见此有些好笑 口中吩咐一声看好这些傀儡 不要让外人进来的话语后 就提表黄色光运一闪 直接潜入地下不见了 金色小兽这才眨了眨大眼 有些恍然领悟了 一声低吼后 身形一纵 也跳入分矿通道中 监督那些清源傀儡起来 时间就这般一点点过去了 十几头清源傀儡 每一头都有金单七左右的修为 全力催动食指白芒下 原本坚硬四铁的泥土 分佛豆腐般地被一挖而开 并取出深藏其中的一块块一模金 原本需要上百矿 挪花废月许时间才可能开采完的分矿 竟在短短两三个时辰内 就全挖掘一空了 如此一来 小兽只是将所有一模金 都搜集到同一只储物灼中 就陪着那些停止行动的清源傀儡 在原地发呆起来了 再过一个时辰左右 暴灵兽趴在角落中等得实在不耐烦 正想站起身来走动几步时 忽然间 整个矿道一阵剧烈震动 无数碎石从两旁残破石壁上 纷纷滚落而下 仿佛随时都要塌陷崩溃一般 暴灵兽先是一阵 但马上身躯一动地 画出到虚影的机势而出 只见金光闪过之处 十几头青色傀儡 一下消失不见了 接着所有虚影一盒为一 就化为一道刺目惊鸿的破开顶部 矿道石壁 直奔地面洞窗而去 而就在暴灵兽刚刚顿走的瞬间 矿道一声轰鸣 终于崩溃倒塌下来 无数碎石轰隆隆而下后 瞬间将矿道填了个结结实实 就在这时 地表处 笔直飓风在阵阵的接连剧烈晃动下 也一声巨响地倒塌而下 在大片尘雾一卷而开 大小山石同时夹杂其中的 向四面八方滚滚落下 声势之大 仿佛天崩地裂一般 一声尖啸从中爆发传出 一道金影一个闪动后 就从无数山石中射出 一个盘旋后 就稳稳地停在了高空处 并现出了金色小兽的身影 此兽盯着下方倒塌的山峰 目中不禁闪过焦虑的神色 而几乎就在同一刻 下方骤然间 传来一声晴天霹雳般的暴鸣 飓风原指处 一下仿佛火山爆发般的暴力而开 大小石块 一下暴雨般地 向高空击视而来 暴灵兽见此情形 也下了一大跳 但马上一只爪子 在身前飞快一滑 痴痴声大作 密密麻麻的金色着影 一下漫天浮现 将射向自己的石头 全都纷纷地一抓二碎 但金色小兽却双目死死 盯着下方不眨一下 下方一声龙银般地 长笑传来 刹那间青光一闪 一道十余丈长的青色剑光 散发刺目光芒的一下 从地下洞窜而出 剑光锁过之处 那些挡路的大小石块 瞬间被搅得粉碎 青光中人影在一闪 韩丽就面色微白地出现在了半空中 但诡异的是 其一只手中 抓着一团刺目绿芒 里面隐约是一团拳头大小的翠绿石头 另一只手中 则抓着一口金灿灿的丈许长巨剑 并略带凝重地望向下方混乱地面 暴灵兽见此大喜 一声低吼后 身形一窜 一个模糊地就出现在了韩丽身旁 并用毛茸茸的头颅 轻热地蹭了其腿部几下 韩丽转过头来 冲小兽笑了一笑 才拍了拍其脑袋地说道 小心一些 下面有个大家伙 可不太好对付 估计还真要动几分真本事才行的 一听有敌人 金色小兽却不禁反喜起来 一声大吼后 身上金色花纹一阵闪亮 身躯就巨大起来 顷刻间就化为了数丈长的金色巨兽 几声充满了暴怒的咕咕怪叫声 漠然从下方地下传来 接着大地轰隆隆地几下颤抖 地面波浪般的瓷器笔伏起来 一个通体身黄的怪物 就一下山峰般地从地下冒了出来 并且头顶十几只副眼 同时恶狠狠地盯着高空中的寒吏不放 而这怪物不但身躯高大 仿佛山月 浑身淡黄色皮肤上更是长满了大大小小的各种五颜六色的石块 有一些还晶莹剔透 竟是一些价值不菲的珍稀矿石 此光兽 我以前倒是听说过这种凶兽 但万万没想到竟能在这地方见到的 我手里这块阴阳大五行真光的本体 之所以在地下游走不定 多半也是这大家伙的功劳了 这也好 此兽也不知陪伴这阴阳大五行真光本体多少年了 本身也已经具有大五行真光的部分威能 若是情下炼花一番 应该勉强可以凑够极山的材料了 韩丽先打量了一下手中的绿色石块 又望了一眼下方的巨兽 竟忽然一笑地自语几句 第2130章 斗兽 就在这时 下方巨兽却早已忍耐不住了 口中一声怒吼 突然两只大手同时往高空狠狠一拍而去 巨兽前方虚空一阵模糊后 刺耳爆鸣声乍起 一波波白萌萌波纹就直奔韩丽一卷而来 韩丽眉稍微微移动 神区在空中未躲避一步 一只手掌却漠然一翻转 灰蒙蒙光辖闪动间 一座黑色小山横在了身前 此山通体乌黑 足有数丈大小 正是那座原祠吉山 只见白色波纹惊涛骇浪般的记在上面 爆发出阵阵的轰鸣 但黑色小山却稳若泰山的一动不动 同一时间 暴灵兽四肢一动 神区一模糊后 一下化为十几道一般无二的虚影 直奔下方瓷光兽狠狠扑去 刹那间 十几道虚影就出现在了巨兽四周 爪子一探下 密密麻麻找影 就从四面八方击视而出 金光闪动间 纷纷斩到了巨兽庞大身躯上 无数鲸团在巨兽身躯上暴力而开 一些五颜六色的石块 从上面发出闷响的滚落而下后 这瓷光兽竟然安然无恙 此兽反而大怒之下 十几只赋眼 同时向附近爆棋兽虚影 狠狠一钉而去 赋眼中五色一芒一闪 扑扑大起 十几根五色光柱一喷而出 一个闪动后 就将金色兽影 均都照在其中 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五色光柱所过之处 爆棋兽幻化处的虚影 纷纷一颤地 被钉在了半空中 甚至连眼皮都无法动弹一下的样子 下一刻 巨兽脸上凝色露出 副眼喷出的五色光柱 只是滴溜溜的一阵旋转 被笼罩爆棋兽虚影 就仿佛同时 被无数利刃加身 瞬间被撕裂成无数碎片 不过即使所有虚影均都消失了 空中仍没有半滴鲜血流下 显然这些虚影 却无疑是爆棋兽真身 雌光兽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心中愤怒丝毫不减 反而副眼中 喷出的五色光柱一微 凭空又粗大了一分 并向四周虚空一阵狂扫而去 其中一道五色光柱微微一顿之后 附近虚空波动一宁 一道金色兽影 一个跌呛的凭空现出身形来 正是爆棋兽真身 巨兽大喜 不加思索地猛一晃头颅 十几只副眼 顿时同时向爆棋兽凝望而去 十几道五色光柱一宁之下 净融合一体 化为一根奇粗光柱 直奔小兽滚滚而来 爆棋兽大惊 身躯一动 就要再次化险而走 但五色光柱还未落下 四周虚空就现一步的骤然意境 一下变得金刚般的坚固无比 凭他神通镜 一时无法破开顿走 小兽眼看粗大光柱 就要真将自己本体照住 这才真的惶恐起来 口中急忙发出求救的呜呜声 哼 现在知道害怕了 这头雌光柱的神通 连我不及房下 都在下边吃了一个小亏 凭你修为 还不是他对手的 关键时候 韩力声音从高空淡淡传来 话音刚落 忽然一道百余杖长金色剑光 破空而来 一下将金色光柱 硬生生地从中间一展而开 爆棋兽只觉四周一松 瞬间恢复了自由 他当即大喜地 身躯一个模糊 就再次化为一道虚影 奔韩力击射而去 只是几个闪动 金色兽影就重新出现在了 韩力旁边 并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 韩力一手提着一口 杖须长金色剧剑 一手还抓着那块绿色石头 一剑爆棋兽这般可怜兮兮的模样 倒是微微一笑 但还未等再想说些什么时 下方雌光兽 却因为 韩力刚才的出手 却变得暴跳如雷了 此兽身躯一斗 不但头顶十几只副眼 再次放出十几道五色光柱 庞大身躯上十块一斗之下 也化为密密麻麻的流星般石语 直奔韩力劈头盖脸的杂栏 这些石块虽然相比 雌光兽庞大身躯 根本不值一提 但是就算小的 体积也有常人头颅大小 大些的 更是房屋一般大小 铺天盖地的滚滚而来之下 声势也着实惊人之极 韩力见此情形 神色却丝毫变化没有 只是单手一抖下 金色巨剑消失不见了 接着不慌不忙 用一根手指 冲身前黑色小山一点 哼 吃一声 黑色小山表面几个银色浮纹一闪 体积一下狂掌百倍 化为了一座数百文高的山峰 将韩力和暴骑兽 全都挡在了后面 并护得严严实实 无论五色光柱 还是巨大石块 一砸到黑色山峰上 被灰蒙蒙光霞一卷后 均都一阵闷响地 被硬生生挡了下来 不光如此 韩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漠然一张口 一团青色精气一喷而出 一闪即逝地 没入到了黑色山峰之中 下课 整座山峰窝鸣声大起 一圈圈灰色光束潮水般地 从中一涌而出 在高空一鸣 静一下幻化成一只 直径李许的巨大云环 通体灰光闪烁 凝后异常 仿佛实物一般地 往下一落而去 云环看似落下之势 无声无息 但散发气息恐怖之极 甚至在刚一落下瞬间 附近空气都一下 轰隆隆地向四周狂滚而去 受气影响下 方圆石里的天空 甚至位之一暗下来 原刺吉山虽然还是原先那一座 但随着寒历法力越来越雄厚 此时全力催动后 竟大有风云色变之势 和刚刚进阶合体后期进阶时 又大大的不同了 下方雌光兽 急忙用头顶覆眼 和身上惊世暴雨般的一番攻击后 剑仍不能阻挡巨型云环的下落后 目中终于闪过一丝恐惧之色 他似乎也知道情形不妙 口中一声大吼 四肢一驱 庞大身体 静一下趴伏在了地上 随之巨兽体表 一阵五色光辖流转后 身躯忽然变得晶莹透明起来 竟仿佛化身成了一块 巨大的剔透金石 在金石的中心处 赫然有一块巨型绿色光团 而光团中 隐约也有一块绿色石块闪动不已 和寒历手中抓的那一块十分相似 不过不但体积放大了无数倍 颜色也淡了许多 要拼命了吗 我正好看看 传闻中的阴阳大五行真光 和原刺神光相比 到底谁更厉害一些 寒历目睹此景目光一闪 不禁反喜地自语一句 接着他神念一动的猛一摧极山 漠然黑色山风光辖在位之一威 灰蒙蒙云环同样呼应的位之一掌 体积又一下大的小半 几乎遮蔽住了半边天空 眼看巨大云环 就朝雌光兽身上一压而上的时候 巨兽也终于准备好了神通 身躯一缩下 体内绿色石块 骤然间一亮 一团五色刺芒 从中爆发而出 而透过巨兽经身躯 这些刺芒一下放大百倍以上 然后在外面滚滚一凝后 净化为一轮体积 不下于云环的亮丽圆盘 发出凄厉尖笑 直奔空中一吐而去 灰色云环 亮丽圆盘 一个无声无息 一个刺耳尖锐 下一刻 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传出 云环圆盘两个庞然大物 就在空中撞到了一起 一圈圈气浪四箭飞射 又瞬间形成一道道白茫茫巨风 冲天而起 同时 无数光丝灰瑕 夹杂其中的漫天击舍而出 一时间 嗤嗤声响彻整个天空 但云环和圆盘 马上猛然一颤 竟同时 在空中一闪地消失了 寒历见此 心中一礼 下面这头词光兽 不过是合体中期左右的修为 但驱动阴阳大五行 真光幻化的攻击 竟然和自己全力催动的 原词神光相抗衡 而不落下风 这岂不是说 纵然不考虑大五行真光 能融入万法的特性 光是当作普通攻击手段 在威能上 就要比原词神光 要强上一筹的 怪不得在那 圆和五级山炼制之法中提到 这阴阳大五行 级山是最难炼制的一座了 韩丽暗自思量着 但心中却对此神通越发火热了 二话不说的单手一掐绝 其体表金光骤然间大放 身躯迎风狂涨 静意下 幻化成了一头百余丈高的金毛巨猿 并且一只大手虚空一抓 身前黑色山风 骤然间易模糊的飞快缩小 化为十余丈大小 并搜得一声地 自行飞入巨猿毛怂怂大手中 巨猿一声俱吼 背后三头六臂的巨大魔箱 也一闪地浮现出 魔像三张一般无二的面孔 毫无表情 但黑气滴溜溜的一鸣后 竟各在眉宇间 浮现出一只漆黑妖目 并缓缓地一睁开 同时盯住了下方的金光巨瘦 扑扑扑 三声后 三道纤细黑丝 从妖目中同时击事而出 只是微微一颤 就一下化为了 胳膊般粗细的幽黑光柱 并一闪即逝的诡异不见了 而几乎与此同时 巨猿抓着小山的手臂猛然一轮 再往下狠狠一致 一声爆鸣 原刺急山也猛然一颤地 从巨猿手指间消失了 下一刻 雌光兽上空 不过树杖远虚空处 漠然波动大起 三道黑色光柱一闪的 同时喷事而出 而近在咫尺的另一处地方 黑色小山也化为一团 黑光的破空而至 雌光兽大惊 几乎不加思索的身躯 再次一缩 体内那块绿色石头 猛然间一亮 放出的光芒 一下变得更加刺目耀眼起来 在透过此兽精体状身躯增幅后 远远看去 一时间仿佛有一轮五色骄阳 正在其体内中 徐徐升起一般